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持续关注NBA许多年的球迷,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,那就是现在的球员整体身材都比上个十年壮硕不少,这其中又有许多球员胖得不得了,关键是他们的实力还非常出色,各个都是联盟的佼佼者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,当今NBA离这些胖子球员组一队,会有什么效果?这光是杜男,都能淹死你了。空位,哈登不管球迷们,怎么诟病哈登的打法,都得承认他的个人能力。 不说别的,就是场均得分超过35分,整个NBA历史上,也只有乔丹科比两个超级后卫,做到过。 更神奇的是,哈登不仅拿过得分网,还拿过助攻网,能做到这一点的,整个NBA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 可以说哈登虽然胖了点,但能力,就是最顶级的。 分位,东契奇很少有像东契奇这样的新秀,一进联盟,就被球迷们嫌弃怕。 要知道刚进联盟时,他还没20岁,当然也很少有球员,能像东契奇这样进联盟第二年,就打出接近30,加10正时的数据。 可以说东契奇本赛季的表现,就是最好的二年级升表现,而他还年轻得很,将来只会更强。 只是看他的样子,好像一点要减肥的意思,都没有。 也罢,谁叫077,这么猛呢? 小前锋,安东尼本赛季,重新证明自己的安东尼,向人们说明了一个事实。 那就是进攻万花筒,极少会受到年龄,跟体型的影响。 也许很多球迷,一直觉得安东尼比较胖,但这样的体型,就是他最好的武器。 再加上无解的,低位技术与投篮,对手都不知道,怎么限制他。 哪怕现在,田瓜已经老了,他也依旧是,NBA进攻技术,最全面的球员之一。 大前锋,西安只用了十几场比赛,西安就证明了球迷,关于他体重的担心,真的是太多鱼了。 别管西安,到底碰到了什么程度,看看他的比赛,就能知道。 他就是现在NBA,离身体素质最劲爆的球员之一。 这个飞翔的五花肉身体素质,真的超出了许多球迷的想象。 不过也确实没办法,这么多年来,球迷们还真就没见过,西安这样打球的胖子。 中锋,约基奇约基奇,到底有多胖? 相信看过南篮世界杯的球迷脑海里,都会有一个画面。 约基奇那腰,还真的就跟水桶差不多了。 不过胖归胖,约基奇的技术,却非常出色,无论是内线脚步,还是投篮甚至是侧应能力,都是联盟顶尖水准。 身材比别人大一圈,技术还比别人出色。 约基奇这样的灵活死胖子,真的太让防守球员头疼了。 N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